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创下历史 他在回顾70年前历史时说 此次讲话前 他参观了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我以极其崇敬的心情 对二战中死去的全体美国英灵 致以永久性的哀悼 不过安倍没有就战争期间 日军对大约20万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 及所谓的未安妇问题道歉 安倍说他坚持日本前任首相们 对此所表达的悔恨 安倍表示会保护妇女并进行改革 我们正在改变就习给妇女更多的权利 使她们能够更积极地从事各行各业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 对安倍没有向未安妇直接道歉表示失望 众议员迈克本田对美国之音说 安倍坐视了展示领导风范的实际 安倍的确谈到日本以及他本人的努力 确保日本的一些旧席得到改变 但是在谈到日本军历史的时候 回避了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也就是系统性的绑架女孩和妇女充当性努力 李荣珠是本田请到众议院会议大厅的客人 这位暂时暴行的幸存者还参加了反对安倍的抗议活动 他说 我来这里邀见安倍 他否认日本强征了这些妇女 而我是为安妇的活见证 我被强征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 我想让安倍亲眼看看我 展望未来 安倍首相呼吁美国和日本签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 安倍还对美国与日本患难与共深表感谢 美国给予世界的最好的财富是希望 过去是希望 现在是希望 而且永远是希望 共和党及众议院议长贝纳等议员赞扬安倍的讲话 说他所谈到的未来 是以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为基础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记者赛恩 国会山报道